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斯對上印度斯坦之旅決 那這張地圖是非中臨終空地 那算是比賽比較常打的一張圖 然後這次有機會來講解這場比賽 那稍微講一下這張圖的特點 這張圖的特點的話是 中間有湖 這算湖吧 應該算池塘 那池塘裡面有魚 那魚的話 每一個池塘大概都是有四個魚 那就是有八百六的意思 那開局的話 通常大家都會把這個TC開這個地方 但是看了很多比賽 每個高手的打法都是把這個TC開這個池塘旁邊 方便吃魚 讓前期的肉比較好 比較好發展一點 那也同時呢 你也不能蓋太遠 像這種 你可能不能把TC蓋這種位置 或是這個地方 就顯得有點離這個木區太遠了 所以這個TC蓋的位置也是相當講究的這張圖 好 那這張圖的特點 就是有大量的一個動物 可以吃 那這邊大象啊 鹿啊 前期的 有點像在玩那個遊牧 你的羊啊 都是要一直去做偵查的 如果不去偵查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外面有什麼資源 那在蓋TC的時間也是 沒辦法去吃這個羊 就算羊全部出去也沒關係 反正還有魚 所以這個羊前期已經是要去做偵查的 那所以這邊印度斯坦一開始開局就有點慘了 這個羊啊 只有兩隻在動 因為他這邊一開局村民就只有看到兩隻 那這邊波斯就比較好一點 哇一開始就五隻羊在探圖 所以這邊分數也要有領先喔 好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波斯的能力好了 波斯的能力是TC的工作效率喔 好每個時代都會加5% 那還算是一個小小補正 但是我覺得這個效果 到城堡時代會比較明顯 封劍時代跟黑暗時代並沒有那麼突出的感覺喔 好像有跟沒有一樣的感覺 好 再來就是他的弓兵喔 他只要點下銀罐之後 波斯弓兵是不用黃金的 只要耗費多一點點木產 好像40木還35木的樣子喔 那就是0黃金 就可以讓你製造一隻弓兵喔 但是相對有點弱化他的弓兵 就是沒有強弩 但是還不錯 還有那個化學喔 還有三級色 所以讓他射程來說的話不會那麼慘 算還是沒有強弩啦 但以垃圾兵來說的話算是非常強垃圾兵 重點是攻速快喔 好 那波斯的話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的步兵跟騎兵也算是能打的 而且波斯是有遊俠的喔 他是有遊俠又有這個駱駝的國家喔 跟那個庫曼還蠻像的 庫曼也是有遊俠也有那個駱駝 因為通常有駱駝又有遊俠的文明並不多 算是少之又少的 那波斯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也算是全能型的一個文明喔 他基本要打什麼都可以 他最不能打的應該算是 純弓兵的戰術喔 那會蠻臘差的 畢竟沒有強弩那個殺傷力還是稍弱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把弓兵當成復甦出來說的話 那這個波斯弓兵的效果就會非常不錯了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他的一個特性喔 就是村民的價格非常非常便宜 那雖然是黑暗時代減兵的價格並不多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這個減兵成本算是很高的 呃這個能力在城堡時代算是最 吃這個池塘的魚的村民喔 很容易被抓就很危險 通常只要四隻弓兵走過來就毀天滅地了 可能就四村就直接被吃掉都有可能 那如果直層的話那就要看一下自己要不要先圍死喔 好好防守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要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我看過的喔 直層的玩家被一波帶走的還蠻多的喔 其實還蠻多的 有一些是直層然後 封建被打爆一波 然後上了城堡時代然後經濟拉開差距 然後後面就投降了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吧 看一下兩邊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封建時代還沒有疊 好這邊POSE優先點下的封建時代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喔 這邊工作效率確實比較好 18村比較優先 那已經優先點下的封建時代 哇18村點封建時代 代表這個POSE可能要打一個 馬就開囉 好那這邊印度斯坦是21村子喔 才點下這個封建時代 時代時間贏了一分多鐘 好這邊的確按下了馬就 因為通常這種極速上風的打法 十隻八九都是打馬就有洛馬這個開局的 好洛馬過來 但是這邊魚藏 早就已經圍好了 欸呀這邊是不是差點圍好了 好那這邊開始在努力圍 左邊也在圍 但是左邊這邊的魚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這邊也是稍微圍還是圍得起來 好那這邊由於不是打工兵喔 所以這個洛馬能做到事情也不多 好洛馬過來 結果看到全部地方都圍住了 那挖洪技的地方也有這個長槍兵在防守 呃 池塘這邊吃魚的村民也完全沒事 那這邊打工兵是會比較有殺傷力的 那打洛馬的話基本上就是要打直城了 不是直城了 就是打城堡了 這邊打城堡的話 肉不要出太多 這個洛馬就自己在那邊鬧給對手壓力就好 那並不用殺到村民也沒關係 就是破個時間讓自己上城堡時代更快一點 因為那個波斯有這個TC的效率 所以村民術揮子領先印度士團正常 好那這邊 移到城堡時代之後 波斯的優勢就開始慢慢轉出來了 欸這邊 欸印度士團也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印度士團這邊出了一些落頭直接開砍 好那兩邊都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並沒有馬上開下TC 欸有這邊已經開下了三個TC 有開有開 那這邊印度士團也是三TC開局 我想說他怎麼沒開啊 剛剛是那個顯示喔 掰掰沒有看清楚 好那這邊TC的部分兩邊都是三TC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兩邊的文明都是城堡時代 TC開農跟效率有關的喔 所以這邊開TC的打法我覺得算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兩邊這邊的開局都算相對遠喔 就是一個對角線的一個對決 距離偏遠的話通常都是出馬的情況比較多 比較好騷擾到 但是出馬的一個問題就是 殺傷力就沒那麼強 就像小弓一樣可以打出很多東西喔 在這種TC連訪的情況下你弓兵就要做到大事也很困難 TC連訪然後在裡面再蓋個BK喔 通常就能守住弓兵的攻勢 所以波斯這邊 防守來說算是無懈可擊阿 你出馬的話TC直接 全部抽村直接射爛你的騎兵 都有可能 所以這邊 印度士團出駱駝有點被打到 娃娃叫啊被戳爛了 而且這邊波斯也是有這個駱駝可以出的 所以並不會太輸這個印度士團 雖然印度士團的駱駝有加這個攻速 加25%吧 這攻速還是蠻快的 那印度士團他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川民便宜 然後駱駝攻速快 然後火槍還有加二射程 所以到帝王斯大在打火槍也是蠻讚的 然後帝王斯大在打古拉姆加火槍 哇這個殺傷就很猛 然後看情況再轉一些駱駝 帝洛也可以 但是帝洛的話成本太貴了 放很多死到縱落就結束了 那就要看他波斯要怎麼對 要打這個印度士團 因為現在印度士團也算是 蠻 也算是接近A10級文明 他就算沒有A10級也有A級文明的一個能力了 因為基本上印度士團沒什麼太大的天敵在 對方打步兵他就玩火槍 然後對面打馬就出帝王駱駝 然後對面出弓兵的話 這邊又可以出古拉姆 古拉姆就是印度士團的寶兵 所以不管怎麼打印度士團就有一個反制的方法 而且他的天生的科技 又讓他打駱駝又特別強 然後村民又造價便宜 到城堡時代的時候這個TC不斷存的壓力又更少一點了 雖然我們平常都在說開3TC開3TC 但開3TC這件事情 你要有足夠的弱 可以去支撐你上的TC不斷存 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那剛好印度士團這個效果 就會補正這個能力 讓他不斷存的能力更好一點 這裡也蠻明顯的 雖然兩邊都是3TC開局 但印度士團這邊硬生生的 村民多出了波斯這邊快要 到10村左右 雖然這邊是4TC開得比較早 但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肉比較便宜 他的村民肉真的很便宜 所以導致他這邊斷村的時間更短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波斯 波斯這邊目前看不出來還要打什麼 他現在森林多在撿移機幹點事情 如果拖過來打 然後加點廠商兵正面防守而已 感覺沒什麼好解說的 我們先快轉一下 好 那這邊印度士團 就繼續再往上翻爬 但是波斯的經濟慢慢追了上來 開始可以接近不斷存的一個狀況了 那只要經過不斷存的話 這邊再趕快補下手推車喔 那就很容易上到帝王時代喔 但是這邊印度士團看起來是要先帝王 然後再點這個手推車了 好 但是波斯先點下手推車再上帝王時代 那這邊就可以打出一個失敗差距的時間了 好 但是這邊點下手推車的話就意味著很像帝王時間更晚 沒有辦法 這邊印度經濟看起來是好了一些 好 那這邊加速之後 先把杯數看一下 兩邊要打什麼 目前加里看起來遺跡部分是脫勢有優勢的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有二優勢 但這張圖問題不大啦 因為地圖上其實黃金量還蠻多的 但重點是你要搶到地圖 所以這邊兩邊都是在做一個控圖的動作 先把一些金礦的安全點先確保起來 然後去踏上掃底看一下情況 好 那這邊在前面蓋一個城堡 然後來守住快機 跟守住一個門面的一個效果 一個城堡 地理的方向也不錯 好 兩邊都上了帝王十代了 那帝王今天都上帝王十代之後 就是三軍點下的重型駱駝 分二級馬侃 那也是要打一個駱駝路線 但波斯這邊已經升得重裝長槍並來防守 所以駱駝量有點多 19隻 有點危險 好 那這邊沒關係 剛剛有說我們波斯打什麼都可以 打步兵也可以 好 那個急兵上了 可以來戳爆這個駱駝 雖然這個 印度產 駱駝很強 波斯出駱駝沒什麼太大勝算 但是我這個大騎兵喔 我勝算就高了一點 好 那這邊 看一下應該是要送光光喔 這個應該是沒有在控 那這個城堡蓋得還不錯喔 是高地堡 高地堡的話就有高地打滴力的加成效果 但是蠻香的 而且這邊還可以守到金喔 提示都守到 什麼都守到 然後這邊黃金被稍微抓了一下 橫屢在後面 招響這個 喔 戳戳 但是要被古拉姆戳死 好 那古拉姆其實打這個戳戳也是蠻強的 但是他並不是贏在防禦上 是贏在攻擊上而已 那說他強也不是說非常強啦 但是以黃金兵手來打戳戳來說 還算打得贏這件事情就算不錯了 連古拉姆到金瑞之後 攻擊力還是蠻高的 而且有三攻的話 打這個戳戳來說 速度效率還算可以 三倍打是蠻痛的 好 那這邊波斯打一個 專門走經濟的一個開局 連三級伐木也點下了 那這邊印度斯坦點下二級伐木 沒有點下三級伐木 那會有點 小小的一個 伏比嗎 因為其實實在是這種局喔 因為兩邊都已經 打了三級分 到地龍斯坦才開戰的情況下 你不點三級木 就意味著 你 拖著幾乎越久 分對面的經濟差距 fuel越拉越大 所以有些玩家說 這個三級木點不點 更無所謂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 一人而言 基本上我看到有點三級科技的 影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沒點三級科技的我已經下去了 所以你說這個有沒有點二級科技 重不重要這件事情 覺得 這就是觀點的問題 並沒有對錯 好 好 這邊駱駝過來包操 欸 這邊包得還不錯 這邊大量的戳戳 影開來 然後後面直接用駱駝後面包夾 但是疾病直接往後拉 順利的戳掉 幾隻駱駝 但是前線的疾病就不夠了 後面大量的疾病被這駱駝直接戳掉 這一波印度斯坦包得很讚 印度斯坦還點下銀罐啊 印度斯坦的銀罐的話 是挖所有的黃金收入都加10%的效率了 像那個貿易車隊啊 挖實況金礦啊 還有這個遺跡的生產效率 都會增加10%的效果 那對印度斯坦來說是非常讚的一個能力 因為印度斯坦也是非常吃驚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 剛剛講的三種打法 都是吃黃金的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黃金是一個首選 欸 那我這邊點下金罐 印度火衝 印度火衝點下去之後就有二極射成 所以火槍的事件就會非常非常 好 這邊波斯打的是火槍加解冰那個組合 火槍打古拉姆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同時也不能被古拉姆戳到 因為古拉姆打這個火槍兵還是有點傷害的 但是被戳了一下就快脫血了喔 很高喔 這個傷害 所以古拉姆還是要小心一點比較好 因為他本身攻擊就蠻高的 是有14攻擊力的 好 那這邊還出了一些攻城戰象 好 那這邊疾兵過來再騷擾 幫他那邊搜索一下 看這個問題不大 疾兵的騷擾不構成危險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邊退回去之後 大象有點在勒頌 那是幹嘛 大象往後拉一下 那這邊印度斯坦有繞幾隻的肉馬 在印度斯坦波斯的家裡繞 好 那這邊出了出奴砲 全部脫掉 出奴砲打這個隊形 怎麼怪怪的 這個有點微妙 出奴砲打紫兵 效果也不是說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這個疾兵被其他這種情況 有沒有一個正面支持點 然後BK蓋動前線的話 蓋動的奴砲也是在送 這個要打奴砲的話也是要BK蓋在後面 我覺得這樣是會更好一點 應該前線的話就代表了 你要正面打得贏 才能這樣做 當然有可能印度斯坦有了那一波打贏了 所以才蓋一下那些BK的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波是單純的 他覺得剛剛那一波打得很讚 自己很有優勢 蘇姿波斯慢慢打回來啦 剛剛那波會戰似乎沒拿到什麼優勢的感覺 火槍過來直接要射這個巨頭嗎 射了幾下之後拉回來 下面這邊GE就在射了 要同時打兩邊壓力很大 印度斯坦會打哪邊 印度斯坦決定要打左邊右邊 右邊已經擺爛了 火槍直接開射了 高低打滴滴 但是古拉姆直接上來直接硬戳 打這個火槍非常快 哇古拉姆 兩下戳死一隻喔 真假的 呵呵呵 哇這個無威力也太痛了嘛 但是波斯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哇渡方騎士打這個古拉姆 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這邊沒有時間修城堡 城堡直接硬身倒地 兩邊城堡也是來不及修了起來 城堡都雙雙倒下 那兩邊的巨型偷死機要撤退了嗎 這邊開始在拆解了 趕快跑啊 重裝騎士來囉 在這邊拆也是要來拆 印度斯坦的一個巨型偷死機 右邊的一個建築物也拆掉之後 那這邊城堡也守住了 剛剛有巨頭在偷頭 左邊一個大開戰 喔這邊直接升完遊俠了 波斯直接升到遊俠 但是印度斯坦是一個弱頭文明喔 弱頭打這個遊俠是有傷害的 那拉吉利肉馬過來砍 應該可以砍掉一台 沒有問題因為肉馬要讓扣多 可以一台抽掉沒問題 第二台就有困難 好那這邊問題又回到印度斯坦上了 人家出遊俠火槍 吉兵三種御三家搭配 你要怎麼打 你要火槍加駱駝嗎 那你的黃金斯中就會很重喔 黃金高量會非常非常大 好中間一個大開戰 駱駝一致才開組長遊俠進攻 但是遊俠找了第一牌之後 還有第二牌的遊俠跟吉兵結束了進來 把大量的一個駱駝結束爛了 剩下少量的遊俠在砍村民 正面的話也被城堡射掉了一對吉兵 正面這一波波士的前排全部倒地 只剩下四隻 大概五隻左右的遊俠在前線硬砍 在這邊前線硬砍 這邊印度斯坦直接打出了 GG 為什麼要打GG啊 是因為這個城堡守不住嗎 看起來是喔 確實經濟上來說 感覺波士這邊是好一點喔 稍微倒回去看一下 這邊的話印度斯坦是沒有點下這個三級拔木的 那手推測也是有點 所以但是好像是比較晚點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兩邊經濟發展 兩邊經濟發展 這邊是波士贏木頭三千 那食物的話也沒有贏太多 兩個是互相抵銷 食物跟木頭抵銷的感覺 印度斯坦對啊 感覺今天是沒有輸太多 為什麼要投 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個印度斯坦會輸絕對不是這個雙人劇的問題啊 我有點 不太懂啊 這邊投的有點快啊 而且防不勝防 但是這邊遊俠我覺得出的真是蠻關鍵的喔 這個遊俠一出來之後 波士一個正面 就不會只單靠擊兵喔 打得這麼虛喔 可能到這個火槍就打不動 但有遊俠之後這個機動性就更好 想幹一些事情就能幹得出來 但是印度斯坦還是可以出地路去防守 所以這邊投降真的是投得有點太早了 那有可能這邊城堡他覺得也守不住吧 可能石頭只剩一點點 但還是可以修一段時間了 而且這邊巨頭也只有兩牌而已啊 所以要求還是有機會 但有可能這邊這一波打速度關係喔 所以造成印度斯坦的心態炸裂了 所以直接打出了投降 這可能性是比較高一點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